每当到了炎热的夏季,天气异常的闷热,这时在水中游泳或者水上乐园就成了人们的最好选择,人们在那里可以享受一下水上的清凉,也可以感受一下冲浪所带来的刺激,同时还会使人尽情的放松一天紧张的心情,有效的缓解紧绷的神经,国外的孩子们也有着同样的爱好。 这不,几个小伙伴们由于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水上乐园玩耍,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,他们决定将自家的一个游泳池改造成一个水上乐园,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改造的呢,还是让我们一同去看看吧。 只见他们先是拿来许多的气球,足足有两万只之多,接着找来一个专门设备,将两万多只气球很快地灌满了水,接着将这两万只五颜六色的水球全部扔进了游泳池中,各色的水球全部漂浮在水面,这下游泳池中的彩色水球的装点下简直是太美了,接下来他们又合作制作了一个高台跳水的装置,另外还脑中大开地制作出了一个滑梯装置, 另外还找来了重启帐篷,经过这一番忙碌,一个仿真的水上乐园就不好了,你看小伙伴们在上面玩滑滑梯,还有高台双人跳水,一会儿又玩起了打水仗,这是不是很好玩呢? 看了今天的介绍,大家都有什么看法呢?好了,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,这里有更多精彩资讯等着你们,记得点关注,不迷路哦,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